嗨大家好我是王猴 前一阵子台湾发表了许多四门房车 但是从这个月开始休旅车大军 即将陆陆续续要进攻了 没有错我今天人在一电视的摄影棚里面 今天我来参加的是本田Honda的 HRV上市发表记者会 欢迎大家历龄Honda All New HR-V 的重大盛会 好啦就让我来介绍一下 这支Honda小改款的HRV 在它的车头上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照 变成是闪亮亮的设计 亮黑跟亮银的设计 结合起来亮银亮黑亮银亮黑这样 最高的等级是用LED的头灯跟LED的雾灯 那车侧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啦 它的轮圈的设计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的车尾也有做一点小小的变动 它的尾灯变成熏黑的 看起来比较有运动感比较傻啊 不过这也是在最高等级 S等级上面才会有 那在车内的部分呢 好我们现在坐在小改款HRV的车内了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好大家看不到 因为现在是拍我 那这是改款的重点 第一个它做了一些 就是其实跟那个水箱护照一样 都做了亮黑色的处理 然后呢看得到的部分 它还有做了一些镀铬四条的点缀 然后它还有做了一个 引擎启动扭的呼吸灯 就这样 那看不到的 就是它把它的宁静工程做得更好了 所以All-New HR-V在隔一的方面 进行了很多部位的一些改良 那经过送到ARTC的测试结果 最高可以降低10%的噪音值 再来是引擎的部分啊 引擎它也是采用上一代 一样的1.8升自然机器引擎 它的动力数据是马力 最大马力是143p Bye 然后最大扭力是17点多公斤米 我也放个数据在这里啊 好 再来是它的安全科技 它的安全科技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小可惜啦 它并没有把Honda Sensing放进来 但是它在全车系 都是标配了6颗的辅助器呢 至于售价嘛 就让我们看看稍早的画面 我们在1.8VTi时 改款前是78.9万元 新的售价是 77.7万元 顶级的1.8S 由原来的售价是 84.9万元 新的售价调整为 84万元 好啦我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想跟我聊聊天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喔 网猴去哪里 下次见我们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